你們有沒有看到它流汁 好像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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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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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汁 喔 我的天啊 這個有點掉 這有點掉 然後 不要看它顏色比較紅一點 其實它不太會辣 應該是零先敢吃醇 零一是最低標準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啊 你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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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這傻 我剛剛在 戴爾夫發現的 有夠條 烤半雞 我的天啊 戴爾夫啊 真的找到自己的新鮮日了 什麼都有 而且我最近有調查 我認識的那家戴爾夫 問 他們說他們之後會進一個冰箱 然後裡面全部都進生鮮食品 我們之後可以專拍一個系列室 就是來赤袋爾夫了 各種生鮮食品 他們還有進一個大挑剔 他們真的是找到自己一片田 好啦 各位我們等一下 黑隊 我是黑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 呃 水 聊 食歸宅大餐的食 欸 今天要來吃飯飯 所以現在沸冰 今天是要來吃這個 美式BBQ 烤半雞 啊我看看他什麼料理 他本身是調味過了 所以他可以直接 微波 然後我們用氣炸鍋來處理好了 那 方式應該差不多這樣 先預熱至200度 然後放入以後 再用15到20分鐘 如果是烤的話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 好那我們等一下用氣炸鍋來炸他 這樣 感覺不錯欸 看起來就不錯 好啦 那我們待會就來料理料理他 對來看看說他到底好不好吃 如果好吃的話 各位 如果好吃的話 今天這部影片到 今晚12點 11點59分前 先喜歡 我們就在吃這個 光吃這個好不好 一千就一天 耶 又立了一個Flag 各位可以幫我整理一下 我現在立了多少個Flag 可以幫我在下方留言 因為有時候我都忘記 所以沒拍 扭開那個我還記得 可是好像 我好像有雞腿的 好像沒拍有雞肉的 好啦 那我們就 待會跟他說哈囉 好 OK 應該退好了 那我們應該用氣炸的方式 所以 200度以上 15到20分鐘 烤的跟氣炸 一個差不多 所以我們一樣 200度以上 好 好 蠻好亂的 來哈 應該我覺得不用再調味了吧 因為它本身是有調過的 你覺得咧 你覺得要加加點鹽巴之類的嗎 不用 那我們就不調味 喔 幹 它好大塊喔 我的天啊 唉唷 哪有賣的 吃不完 我們兩個應該可以吧 一定要我飽了 幹 你不是要吃 我剛剛有吃麥當勞 來哈 黑羽食評估法 你偷拆我 還閃下 200度嗎 210度好了 200度是幾天 20分鐘 那 因為它200度要先預熱 所以 給它多一分鐘 OK GO 然後我們等一下 就等它 差不多 應該不會到焦 我等一下再 10分鐘 也不用那麼勤 我等一下再 10分鐘的時候 就是 我會進來再看一下這樣 好 大概是這樣 OK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它狀況如何 看起來蠻好的 你看 你看 你知道你在拍大小 你剛剛上了道 是不是 沒有拉你的臉 靠腰 好啦 等一下再來看看 各位 跟焦太一樣 我考太久了 我沒想到 還好我有去查看 我在最後五分鐘的時候 去看我發現 它已經黑黑了 我就開始緊張了 好那我們就來試試看這個 萊爾夫的BBQ 美式烤飯機 哇 我實在講 下次再萊爾夫找到全雞 喔幹 喔 它第一隻欸 我這個要拍給大家看 你們看 你們看喔 我剛剛想說 把它切開來 然後 你們有沒有看到它流汁 好像沒有 有有有 這裡這裡這裡 都是汁 喔我的天啊 這個有點屌 這有點屌 來各位 這個 半雞 的腿 開動 它本身的香味其實是滿足的 就算我有點焦了 但是沒有到那麼的誇張 所以聞起來其實還蠻香的 有一種 就是它特殊醬汁的味道 聞不出來是什麼醬 喔 也很好吃欸 喔 這有點屌 這有點屌 它的皮很香很脆 有點檸檬的香味 然後 不要看它顏色比較紅一點 其實它不太會辣 應該是零星敢吃的程度 零星是最低標準 完全不會辣 而且它裡面 的肉 非常多汁 這個真的是滿值得讚賞的一個部分 它的肉並沒有什麼不新鮮的欸 汁還是鎖在裡面 很香欸 很香 但是 可是也有烤太久的緣故 所以它有餘分有點澀澀的 我下次記得200度吃大鍋 18分鐘或15分鐘 真的好吃欸 它就是 如果 你那種 麥當勞雞腿排 6分的話 這應該有8分 8分到9分 就真的 肉質 首先肉質鮮甜 然後盤上面都是它的那個汁液 所以它的 它本身 味道啊什麼的都有融入進去這樣 買的時候 是冷凍的 所以 它也沒有不新鮮之類的 但是各位要切記就是 不要烤太久 烤太久的話 它會太澀 而且 就假如你當晚餐的話 是夠兩個人吃了 沒想到萊爾夫真的會賣一整隻雞啊 很屌欸 一塊是半雞 這隻是太扯了 它的BBQ醬很甜欸 我吃到它的雞胸這邊附近 因為雞胸本身是比較 比較澀的部位 那 吃到這附近 搭配它的醬汁其實還蠻 蠻順口的 蠻順口的 不然一般來說 雞胸肉我是不吃太多 這雞胸肉還不錯吃 沒有到那麼澀的程度 一到十分我給它八分 各位一定要吃吃看 你家裡附近有萊爾夫 你就去找 看有沒有一個叫做 八病素半雞的這樣 跟你們講 真的還不錯吃 目前萊爾夫的生鮮食品 目前都沒有讓我使用過 尤其是牛排 它們的牛排真的很好吃 而且最近有聽說 是有進心的 同家不一樣的牛肉 好像叫一板牛吧 各位可以來試試看 這個 好瓶 你要不要來吃吃看 很香喔 怎麼樣 因為雞胸肉 你覺得它的醬汁怎麼樣 人 吃完它寫好辣 我覺得比外面雞胸肉好一點 你還要 阿不是說柴 還可以要吃阿 阿是不是好吃 麥翠雞胸好吃 麥翠雞是雞胸嗎 阿不是麥翠雞是雞腿 阿腿我吃完 麥翠雞是大腿三棒 好吃 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 它滷的那個味道 就是BBQ的那些醬 混合得非常剛好 所以它整隻雞腿都會 味道還滿不錯的 好吃 真的好吃 各位一定要去試試看 不幸的人 你們現在就去買一隻來試試看 沒有公殺 沒有公殺 我也想接 但是沒有 我昨天吃了十幾隻雞翅 然後他把它排得很正氣 好啦那以上就是 今天的就是美食 影片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 好吃 真的不錯 各位可以自己去嘗試一下 好啦就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訂閱 喜歡 那如果想要看我去吃什麼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那記得去按讚我的粉絲 黑羽的來賓 追蹤我的思克 BHKM384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